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说的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 然后他把我们叫过来 叫过去一会儿上楼 一会儿下楼 一会儿跟我们说 跟我们一会儿这个出来 一会儿那个出来 但是都不能代表他们的 立志性的领导来解决问题 现在还是退不了是吧 对 现在还说退不了 还没有正面的答复 那您当时是交了多少这个费用 我当时交了7100多 也是金融服务费是吧 现在呢 现在政府已经发布新闻了 已经是可以退了 但是他们现在还是没有人 负责人出来说 给我们退这个费 还是不给退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事 我认为 首先他们收这个费 就是很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票据 首先他们这个票据上 都开了收据 都不是发票 然后包括他这个费用 他盖的这个票据上盖的章 也不是他们立志性的章 所以这个问题上 我们本身就觉得他们收这个费 就是没里没居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跟他们探讨这个事 最起码我们不说百分之百一定要退 你最起码给我们一个说法 找什么难道 给大家注意 公文 公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